这次我们在选择演习区的时候 是有着重要的考虑 这六个区域也是有深刻含义的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东平岛的东南部 是台湾海峡的最载处 实际上是特别突破了所谓的海峡中线 海峡中线的概念是美国人提出来的 我们从来不承认 人民解放军眼里也从来没有所谓的海峡中线 但比如说我们北部两个区域 是靠近金融港的外海 对金融港可以随时实施中共 东部的这个区域呢 是正对着台军的花莲和台东 两个重要的军事基地 花莲还有一个嘉山地下机库 这个机库呢 据说呀 是主要是防范人民解放军第一波打击 避免第一波打击 据说里面可以藏这个400多架飞机 也被称为是远东第一大地下机库 所以我们所设的这个东部这个区域呢 是对台军的两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形成了正面打击之势 再看南边东南 是台湾墾丁东南 墾丁岛的东南呢 正好恶共的巴士海峡 可以对巴士海峡实现封控 西南这个区域呢 正好是高雄的和左营的海公寓 等于对台独形成了关门打鼓之势 那么这六个区域把它连成一条线 就像一个绳索 而绳索的这个节呀 正好记载了西南这个区域 所以这样一个六个区域的划分是有深含含义的 这次也是我们实现了三个重要的突破 一个突破呢 就是破禁台岛 第二个突破呢 就是合围台岛 第三个呢 就是涉阻外部势力的干预 包括这次演习的实战化背景非常强 可以随时游戏转为实战 同时呢 这次也实现了几个首次 比如说首次在台湾岛的周围 举行这样一个联合军演 首次实现了我们的远火试射跨岛飞越 这样一个演习 这次我们的这个远程陆军的远程火箭炮 火箭军的长岛飞越了台湾岛 达成了我们的目的 昨天我们的远程试射已经结束了 应该说取得了圆满成功 第三个表现在我们首次实现了我们的航母编队的震慑性的演练 构建了海上作战的一个立体的平台 航母出动呢 肯定是会有核潜艇在水下活动的 这次我们穿越台湾岛的这样一个演习射击活动了 其实我认为有两个内容值得高度关注 一个是我们所经过的功率 是台军爱国者导弹的密集的部署地区 又是在美国宙斯顿舰的眼皮底下实现了精确打击 反映了我们的精确打击能力很强 而且有强大的这样一个突防能力 能够突破反导系统 与此同时呢 这样一个穿导的这样一个射击演续 也反映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多种制导手段 越来越陷阱 这次环导演续呢 可以说 使我军的联合作战能力 侦查预警能力 远程打击能力 还有精确制导能力 多种能力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也起到了震慑台独 震慑境外干预势力的这样一个作用 我们看这次的环导的这样一个演续活动 首先呢 在侦查预警能力上 无论是对美国的里根号的航母 这样一个威慑 还是对佩洛西专机都起到了作用 比如说佩洛西在串访台岛的整个过程当中啊 都在我军的严密的监控之下 佩洛西的专机不得不舍近求远 绕到了菲律宾岛的上空 反映了我们的侦查预警能力还是很强的 那么同时呢 在这次的演训活动当中啊 可以说是多军兵种联合演习 也演习了多种科目 比如说联合封控 对海攻击 对陆打击 还有这个制空作战等等 这说明我军的大体系之中下的 联合作战能力得到很大提升